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曾庆红侄女曾宝宝旗下公司 卖子求生 习近平开足马力 中共声势力揭 被中共间谍看上 美华裔工程师轮为司机 拜登1.75万亿支出方案预错 曼音他承诺支持 念书改名专家不看好 用户说还是一样的公司 建制内控 网红戏追击林郑 改策刘德华做特首 香港第三季GDP按年升5.4% 第二预期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曾庆红侄女曾宝宝旗下公司 卖子求生 综合性社区服务企业 彩生活服务 10月27日 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恢复买卖 但旗下的原核心资产 直接全资附属公司 伦理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已经正式被碧桂原物业 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 彩生活是花样年的子公司 他最终实际拥有人 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曾庆红侄的侄女曾宝宝 持有香港公民身份 彩生活服务是物业开发商 花样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而收购伦理乐的是 碧桂原服务控股有限公司的 间接全资附属公司 碧桂原服务在2020年 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中排名第一 最终控股的股东是 碧桂原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 杨国强的二女杨慧言 据彩生活在9月底发布的 2021年中期报告说 彩生活的业务在疫情期间 仍然得到稳步发展 主营业务收入是17.92亿元 归属控股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5.8% 总额达到2.5亿元 在经营状况良好情况下 彩生活向碧桂原派款 彩生活没有在香港证券交易所 发布相应的公告 只是在9月29日发出了短暂停牌的通知 提到一项建议非常重大出售交易 但未提及出售哪些资产和相应价格 然后直接就是10月26日 转让旗下伦理乐控股的公告 10月4日自称财务状况正常的花样年 突然债务违约了 花样年2021年票据的 所有未尝还本金都在10月4日到期 但花样年未有在该日付款 同日碧桂原服务发布了交易更新公告 提及彩生活服务的股东花样年 有较大机会出现对外债务违约 同时彩生活服务未能偿还 在2021年9月30日向碧桂原物业香港借出 在10月4日到期的7亿元派款 曾宝宝是花样年控股股东兼董事 他在10月8日发出家书向员工讲对不起 同时声称花样年绝不躺平 日报已经开足马力开始为习近平造势 在他第一版文章中竟然连续重复核心23次 党这个字也重复了97次 11月1日该报头版五篇文章 全部和习近平有关 其中唯一一篇标题上没有习近平三个字 但内容都是中共党文化康调十足 在这篇标题为坚持和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 2000多字翻来覆去强调 就是要坚持和加强习近平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很明显这是习近平在即将召开的 中共六中全会上造势 也是通过人民日报这个中共第一大党部 向全党喊话 这篇文章造势的疯狂程度 下面一些数据 会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 记者发现在这篇文章中 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15次 党的领导17次 核心出现23次 党这个字也重复了97次 不过中共在六中全会前 共卖力造势 是不是都让人产生一个疑问 就是中共内部真实情况 其实刚刚和表面相反 否则又怎会这么强调核心 强调所谓党的领导 被中共间谍看上 美华裔工程师淪为司机 关键华裔证人 前通用电器公司工程师淑庭作证 在被江苏省国安厅副署长徐延军看上后 他失去13万年薪的工作 只能开Uber送餐 几个月没收入 徐延军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引渡到美国 接受审判的中共政府情报人员 美国俄亥俄州新生那题 联邦法庭在10月19日开始审理这件案 根据当地媒体WCPO星期一报导说 陪审员可能会由今星期开始审议间谍案 在上星期五的庭审中 证人郑大伟说 他在2017年6月前去中国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介绍通用电器的飞机发电机 但通用电器公司对此有严格规定 不允许员工在国外大学做报告 根据起诉书 通用电器在2017年注意到郑大伟的可疑活动后 启动了内部调查并向联邦调查局发出警报 几个月后 联邦调查局持搜查令搜查了郑大伟的住处和汽车 并让他配合FBI作为不起诉的条件 最后郑用手上有这么多机密 将徐贤军引诱出国 在2018年4月 徐贤军在比利时被捕 同年10月被引渡到美国 准备接受审判 郑大伟在庭审中说 他最早在招聘网站LinkedIn 收到一位中国大学教授的主动邀请 向中国学生介绍他的研究 令他感到受宠若惊 但他并没有告诉上司他这次中国之行 出发前 他将5份通用电器的培训文件 载入个人不基本电脑 准备用在圆船这次演讲 但他没有特意跟任何人分享这些文件 接着一件奇怪的事就发生了 我从一开始就很难放出幻灯片 郑大伟说到他当时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演讲 他的不基本电脑在幻灯片演示之前 因不明原因运作不了 于是他允许一名中国学生将手指插入他的不基本电脑 准备敲杯出来放映 最终郑大伟的幻灯片正常播放 他还从徐贤军的同事那里收取3500美元酬劳 几个月后他被通用电器公司辞退 失去了年薪13万美元的工程师工作 在他与联邦调查局合作期间 除了驾驶Uber送餐之外 已经几个月没有收入 拜登1.75万亿支出法案预错 曼欣他承诺支持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曼欣礼拜一表示 他不会支持白宫上个礼拜公布的1.75万亿美元 社会和气候变化支出的计划框架 礼拜一参议员能源委员会主席 西维珍尼亚洲联邦参议员曼欣 在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要求众议院即刻讨论参议院通过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 他指责众议院激进人士将基础设施法案当成人知 同时明确警告 这些策略不会迫使他在准备好之前承诺支持这项单独的支出法案 虽然我一直努力尋找妥协的途径 上周众议院未能就参议院通过的基础设施法案进行投票 是由于众议院激进人士反对而再次出现的情况 这些激进议员认为该法案需要和和解法案一起推进 而和解法案预计将为医疗保健、教育、儿童保育 和拜登政府的其他优先事项提供新的资金 在参议院两党席位比例50对50的情况下 曼欣是否支持成为了拜登当前的国内议程 可不可以顺利实现的关键因素 在曼欣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前 激进人士似乎越来越乐观 认为幕后谈判正朝着他们的方向发展 这个令到众议院民主党人 可以最早在今星期就将支出法案 和基础设施计划的投票推向全院 念书改名 专家不看好 用户说还是一样的公司 社交媒体巨头念书改名为Matter 誓言要打造元宇宙 专家普遍认为 念书改名对抑制丑闻的效用不大 而对于普通用户 改名后的念书还是那个念书 念书公司日前宣布 将公司名改名为元宇宙Matter 标志着公司未来将致力于打造好像元宇宙一样的虚拟空间 令人可以通过电脑等设备在这个虚拟空间工作 玩 彼此互动 念书的创始人朱克伯格说 我们的使命无变 还是致力于将人们聚在一起 从今以后我们将以元宇宙为先 而不是以念书优先 不过对于元宇宙的概念大众还是不太了解 营销品牌公司Matterforce 共同创始人亚当森说 朱克伯格将好难令人 包括顾客、消费者和观众 理解元宇宙到底是什么意思 美国德州居民Elisa说 如果我要回归念书 我必须了解这个重申定位是什么一回事 会带来什么 谁会使用它然后再作决定 最近一个月 美国政府加大对念书的审查力度 因为吹哨者指控 念书受利益驱动 明知他的社交媒体产品危害青少年健康 但就没有做任何改变 另外念书所用的演算法 还被指会煽动分裂加剧仇恨 外界普遍认为朱克伯格这个时候把企业改名是为转移焦点 营销品牌公司Metaphors共同创始人亚当森说 对念书不利的是 现在大家不想听到未来是什么 大家想知道现在发生的什么 想知道念书会怎么做 能令社交媒体产品变得更好 美国史丹福大学学生Boris说 在念书工作的还是同样的人 尤其是公司的高层 所以看起来念书还是过去的那间公司 而念书的改名也引发广大网民的恶搞 因为元宇宙的英文Metal和肉的英文单词 Metalic发音相近 知名连锁汉宝包店Wendy就在推特上模仿念书的发文说 我们改名为肉 还有网民笑话 这个是肉宇宙的开端 建制内控 网红戏追击林郑 改参刘德华做特首 香港特首换届选举将在明年3月举行 早前一名建制派网红华记 杨冠华宣布成立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 他公开表态支持梁振英 还说忍救了林郑 但在不够一个星期之后 杨冠华在30日宣布正式撤回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 他解释说 自己不断受到其他网红的指责 因此改为支持民间特首刘德华做特首 还说大家皆大欢喜 杨冠华25日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载片段 宣布成立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 他说自己两年前和大家一样支持林郑 但经过这两年看不到林郑有什么成果 他又说 以自己的政治角度来看 林郑月娥对参选下届特首充满信心 但她作为一个香港市民 已经受救引救了林郑 形容在林郑任内香港各方面都是大倒退 他强调高调反对林郑连任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会被视为反对派 但仍然要是其事非其非地说 杨冠华高调反对林郑连任引起民间热议 有声音就认为他代表梁振英的阵营 高调倒林郑撑英 无非是为自己的所在利益集团摇旗纳喊 同时在试水温 不过30日 杨冠华在YouTube频道上拍片 宣布撤回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 他解释说 大联盟成立之后一石击起千层浪 不单只引起社会矛盾 自己还被男营黄营的网红攻击 说他颠覆国家 包括亲共的网红陈正芯 为了平息争议 不想被人有机可乘 不想令国家难做 警察难做 因此他决定撤回成立大联盟 他辩称 自己不过是反对林郑连任 因为目前香港和大陆还没通关 事关重大 但就被指责颠覆国家 他还说 自己作为一个小市民 无法抵挡疯疯狂抹黑 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支持林郑连任 就被千夫所指 批评他不支持国家 他又说 如果林郑在今年无法令香港和大陆通关 他明年就会支持刘德华做特首 并考虑将念书上的反对林郑连任 大联盟群组改名 改为支持刘德华做来界特首 他又说 刘德华的歌迷会支持这个建议 大家皆大欢喜 香港第三季GDP按年升5.4% 第二预期 11月1日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 根据预先估计数字 今年第三季GDP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5.4% 低过市场预期 而第二季的升幅是7.6% 未来经济还有很多风险存在 政府发言人说 根据预先估计数字 第三季按年增长较为温和 主要是因为基数效应 和经济在上半年表现较预期强劲 今年头三季合计 实质GDP按年扩张7% 经季节性调整后 实质GDP较上一季轻微增长0.1% 货物出口就在第三季维持显著的按年增长 而和消费相关的活动也进一步恢复 但访港旅游业仍然近乎冰封 制入着经济复苏的步伐 必须保持警惕 整体货物出口在坚实的外部需求支持下 按年录得双位数升幅 服务输出进一步温和上升 私人消费开支亦见可观增长 营商前景在过去一年有所改善 整体投资开支进一步增长 只望未来 全球经济复苏应该会为香港的货物出口提供进一步支持 但疫情的发展 尤其是根据传染性的变种病毒威胁 加上很多经济体出现供应樽颈 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下行风险 另外能源价格飙升 以及美国和欧洲的通胀压力偏高 为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的未来走向 带来不确定性 而中美关系和地缘政治局势的发展 也需关注 本地方面就业和收入情况改善 在短期内应该继续支持 同消费相关的行业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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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